台股直播室成功 每一次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礼拜一到礼拜天 特别是周一到周五 每天早上9点 跟着我小明我们来观察 台北股市每天的一个开盘 好 首先台北股市加权指数 目前大概还好 开盘小跌11点 那还在计算当中 那我的看法台北股市 应该是会走得比较正向亮丽 各位一定觉得说为什么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当然大家会把主要重点 拉在台积电身上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目前报价跌2块半 那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就第一个 任何的股价 本来就是掌掌跌跌 那么所有的朋友 你必须让自己 最主要就在于 拥有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好台积电 相对的你可以对台积电看法保守 也是OK的 没有所谓的对跟错 你如果觉得台积电会涨 我举例 我不要说这一秒钟 我们就讲到下个礼拜的这一秒钟 你如果认为台积电会涨 那你就应该要买进 那反之你认为台积电会跌 那你就要减码就这样子而已 你要让自己拥有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 所以回过头我们看台股 台股目前在1106点 好 该怎么看 好 看这里 今天是8月6号 礼拜一 看11010点 我现在是1101点 对 高点在9点 你说什么意思 如果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可以占回11010点 那代表台北股市价回升 再讲一遍 反弹主破底 回升涨势器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去观察一档个股 或整个格局 那么它本身 目前是属于回升架构 那任何拉回 你都要站在买方 相对的 你去买一档股票 你认为这是个反弹 我抢反弹 那你一旦你告诉你自己 这个是抢反弹 就是反弹 反弹会破底 所以怎么看呢 以加权指数为例 我们在8月3号礼拜五 向我们所有成员的报告 就是说 观察台股整体大盘结构 以11010点 当作您个人 针对未来 特别是本周 今天礼拜一 本周礼拜一到礼拜五 你怎么去看 如果大盘在11010点之上 代表加权指数 叫回升结构 一旦是回升 那就不用理它 反正它就一路 往上做推升 反之呢 如果台股在1101010点之下 你就相对的要小心 它是一个下修 还会再跌 你说那国际股市呢 国际股市好到一个不行 国际股市好到一个不行 对啊 来 我举个例子 我认为应该先从 来 这上个礼拜五 来 给我请看 上个礼拜五第三图 第四图 第四图我们是登对 Next Day做了一个说明 第三图就现在画面上 你所看到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五的盘中 不是收完盘 就是说台股的盘中 当时呢 小道琼叫道琼电子盘 报价在25317点 叫25317 我们的看法呢 就是说 美股是走一个多头推升 这个多头推升 当然有可能往上涨 另外一种叫往下做修正嘛 不是涨就跌嘛 难道还有第三种吗 不会有嘛 那到底涨跟跌的过程里面 该如何做把握 第一个一旦往下跌 记住 来到关键点25210 你要出手做多 因为这个是绝对多方的位置 为什么呢 他就躲在多头躲在25210 这个叫嘎空 所以如果回撤25210 你要做多 另外一种就是 他连回撤都不回撤呢 那就强嘎空 强嘎空他有持续往上涨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 到目前为止 来25317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目前及时的报价 我们稍待再做说明 目前呢 道琼电子盘叫做 254 254 3 6 也就是说从25317 这就是254 3 6 是不是又去百亿点了 如果是就去百亿点 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事实呢 你说那国际股市怎么看 加空 加空 对啊 来看这里 我们从几个角度 跟各位做分享 来各位先看第一图 这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各位可以到各大财经网站 应该都看得到啦 你就上网到各大财经网站 这礼拜五 拜五一天 国际股市呢 收在25462点 涨136 涨幅0.5 这个不是很重要 真正的关键在于 我们要知道 它为什么会涨 它为什么会涨 不管我在礼拜五 我做多做空 我做对做错 你都要随时去检视啦 去检视说 我为什么赢 你要知道你有什么赢呢 你不能说赢赢赢赢得莫名其妙 你纵使你做对的你赢了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是赢的 第一个 第一个 因为这支 不好意思 这支 你还可以帮我一个忙 我们可不可以放大这里就好 来 各位看着它 剔除开收盘不看 礼拜五最大交易量 请问是不是在这里 是就是不是 不是就不是嘛 那个融会时间 我就很气 当个从业人员 当个分析师 证照也考过了 对不对 节目上也做那么多年了 怎么永远到现在还不会 还不会什么 永远受到外界干扰 然后永远在猜测行情 那赌错了当作没看到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是所有分析人员该做的事 而不是把简单变复杂 你还在做一个分析师 简单变复杂叫分析 可是你当一个台面上的一个公众 你在提供你的看法 你应该把复杂变简单 大家都赢了不知道对 那在冲什么 你看这里 这里就好 其他不要看了 不要浪费时间 感到那难 我只问你有那么难吗 不就这一根 不然是哪一根 不然是哪一根 也讲了一年了 在这个节目上 你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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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不是25362 请你告诉我 往上拉 他有没有来测362 有啊 那测了之后呢 他就不破啊 不破呢 看全土 不破他就是个多头啊 对不对 还没讲完哦 这是找盘嘛 可是关键在于 中场收在25462嘛 对不对 不要动 看停在这里 我又画两个圆圈 有没有 好 我们现在换成放大这里就好 中间就不用浪费时间 你看那要做吗 你中间要浪费时间 不是啊 他开盘最大交易量 砰 抱在25362嘛 对不对 然后呢 362支上还是支下 林小明在支上啊 支上你给他扳坑 你哪有可能赢啊 林小明我做多呢 对 你为什么赢 因为他在这个强弱关键之上 我就给他做多 所以我就赢 对 所以回过头来 好 就要看今天哦 这是礼拜五的尾盘 尾盘 尾盘哦 最主要 来 两个点 像这两个点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不要看收盘 收盘不用看 每一次的收盘跟开盘都不要看 那个没有意义的 来 像这两个点 对 这个点的用意在于哪里 就是说 他找盘在25362进场做多 一路推升 一路推咯 推推推推 推到这里 这个位置呢 叫做25441 他推到25441放量了 那你要担心的是什么 找盘25362进场做多 对不对 他在这儿有落跑 你出现量 你就要赶快看嘛 那这个点有没有被灌破嘛 没有被灌破 你就加码 你怕什么 有没有被灌破嘛 这个点叫25441嘛 没有嘛 好我们看全图 然后接下来在收盘前又来一笔 收盘前了 这一笔在25447 中场收在25462 也就是说好 也就是说好 第一个他跟你赌定 我就跟你杠到底了 我就杠到底了 他不但没走他往上再攻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来啊 你过来啊 反正我就杠你杠到底了啦 如果他是绕跑的话 那道琼工业指数在礼拜五不应该收在25462 应该收在多少 25441底下 这样 那代表这个买盘他在这儿落跑 可是这两个点他告诉你我没有走 我没有走你再来空啊 好 这是针对道琼 好 回过头来 这毕竟是礼拜五 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要看什么 你现在要看现在即时的报价 不是啦 这就是个多头啦 那各位一定告诉我说 那万一陨石撞地球呢 你想想多了 来 看一下 这是今年上半年以来 到现在 美股道琼的走势 收25462嘛 没有错吧 好 那我就抓这一个点就够了啦 会准就会准 不准就会准嘛 这发生在6月15号 是不是这支 这支 如果是个空头 如果是个空头 如果美股是个空头 我跟你说 这来到这儿 这个点站不住啦 这是不是最大交易 这过去这6个月以来 绝对没有比6月15号的 交易量更大啦 我跟你保证没有啦 如果没有 好 那请问你 他敢站上这个点 他敢站上这个点 那代表就是个架空 除非他跌破 跌破就像这个结构 对不对 好 往下洗盘 亮说 你说背离 背个头啦 这叫嘎空啦 这什么叫背离 那叫嘎空 这叫强嘎空 这个点在哪里 在25090 所以加几点 加370点 每股加了370点 好 怎么看 看这里 你说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看这里 赶快 很重要 这是即时的哦 现在是9点12分 来 看这里 来 现在即时电子盘报价 加全指数11006 电子盘报25434 对不对 对 过来要看两分钟 好好跟各位周分享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鸡飞万点 苟望发财 TSY高涨不空 TSY低点三桌 战斗营步步为营 战斗营挡挡掌停 顾得投顾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情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排骨战斗营 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拨 02 2578 300 2578 300 鸡飞万点 苟望发财 TSY高涨不空 TSY低点三桌 战斗营步步为营 战斗营挡挡挡掌停 顾得投顾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屁股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要跟你奔赏 不 不要 我现在请三个药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 禽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喂食 不接触 三药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行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样 你问我怎么看 第一个 国际股市是走一个 强嘎空格局 加权指数的话 目前在等两点 看着它 现在11008点 1008 它只要再涨两点 台股会走出回升格局 如果一旦走为回升 你要适合代表 代表国际的创新高 如果回升 回升代表会创新高 才叫回升 不然就是要反弹 回升跟反弹的关键 在110010点 你说为什么 不要再说为什么 那有什么为什么 你就一定要做到 你就一定要贏 你就把本破段的最高 最高跟最低 两个加起来 我会上课 宋明慧我会上课 跟我说一遍 还赴不下我没办法 最高 最低 把它加起来 代表什么 最高买进的人 跟最低买进的人 然后你就得出 不要再0.318了 只剩我拜托你 好不好 不要再 不要再 0.618 0.38 不要再买5 4 3 就只有一个 叫0.5 我现在用我21年的工作经验 跟你分享 没有那个东西 你如果0.382这些东西会准 那你就赚到翻掉了 对不对 你就用 那我跟你分享的是 只有一个 叫做0.5 就是把最高跟最低加起来 得出这个中间值 骨架或指数 在这个中间值之上 叫回升 在这个中间值之下 就叫反弹 回升呢 他在告诉你 他在告诉你 我会过前波高点 反弹呢 别弄了 你就准备破底 破前低 就这样子而已 你一定告诉我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 那有什么怎么做 你要做对啊 你要全胜啊 那请问 怎么做才会全胜 你在这里买进 你会不会赢 在这买不赢 那股票就 就购 我没叫你买多一支 我是欧白说的 我跟他问你 6269台军 现在整个户 现在110个 你跟一张台军 你投暴力超过40% 我有说不对 金发美女 对不对 跟今天 不要再浪费时间 我也不知道会长会跌 我只知道 现在111啦 这是40啦 不然这是属性嘛 76块到现在就一张 起床到40%嘛 你的投暴力就40%以上嘛 你说还有40%的吗 还有90%的呢 你把眼睛看 还看不然我没办法 我已经有 来我慢慢比 我尽我最大能力 你又做不了 我也无能为力 就这样子 这样OK 我说小明在比哪里 打电话给服务人员 还不知道的 就问我们的从业人员 好不好 要办手续 不然我怎么带你做 你做对就好 那怎么做呢 哪有什么怎么做 你跟他做贏 是要怎么贏 高点跟半康 低点给他做多 那怎么会贏 我就不要再说全市 反正 7月13到8月1号 你现在你眼睛看着 这是你7月31 这就每一笔全胜 每一笔包括股票 包括棘手 包括当冲 包括什么 反正全播 任何你收到的简讯 你就进场做 从13号到8月1号 你没有输任何一笔 你没有输任何一笔 你每一笔中贏 不管你是什么冬冲 什么VIP特 赖清贷 股票 全胜 你股票从今年元旦到目前为止 你没有输过任何一档 你全胜 我说股票的部分 好 那你问我说 那我怎么知道这里会涨 我怎么知道这里会涨 这是不是8月2号 你跟我说8月2号 我也没要给你浪费时间 8月2号叫礼拜四 8月2号叫PSY-50 8月2号叫PSY-50 PSY-50叫卖方衰竭 那请问卖方衰竭该怎么办 你说你不是写了一个多吗 对啊 那你就做多啊 做多然后呢 然后每个人都要多啊 不可以不做多啊 8月4号 每一笔 从你参加的第一天开始 来我举例 VIP特还有赖 你都有多单 对不对 一定会回零走 然后我们做的加码 我们的研究员问我说 只有VIP特加码吗 我说不是 全所有的VIP特赖清贷 包括全体奇迹标股的成员 通通都要加码 为什么要加码 因为PSY保证回零走 我就已经做到这样 你还做不贏 我能怎么办 全胜耶 VIP特赖清贷 全体成员 你没贏我 我失败你 8月2号 我没有拜托你们 求求你们 还做不贏 我真的不知道要是好 完全你就照着做 第一个 因为行情是波动的 什么叫波动 来给我请看 什么叫波动 研究报告 这里举例 它是不是往上涨 对 它是不是往下跌 对 那请问你这里怎么做 我讲真的 这个点 它有没有 我在这里做多 对不对 它长到这里 我在这里做多 它跌到这里 我在这里半康 它长到这里 我在这里半康 它跌到这里 那不是啊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全胜 我们要的是每一笔出手 都要对 对不对 对 我是什么都要对 我们是走直线的 对嘛 我不懂 所有的金融商品 有那个走直线的吗 不可能嘛 你为什么到今天 不愿意接受呢 有那个行直线 6269 还比较强 也没有直线的 它再强 人家啊 你是从这里做 你是从这里的 你是从这里的 那它是直线吗 它也没有 它是不是也是这样坡洞 你是不是这样坡洞 它是坡洞式的行径 那你请问你 我们要追取最大利益 那你怎么做 你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半康 在这里半康 在这里可以获利平常 这呢 这比较强也要做多 敢有人强 在这里半康 有什么 因为PSY本身是以零为中心 它正负50来回做坡洞 对不对 正50呢 你要站在空方 为什么 因为这个指标保证 中间这条黑色的叫零 它一定会杀破零 杀破人 码头带剑 它一定会到零 那相对的 这里呢 这里不叫负50吗 那负50该怎么办 没有什么怎么办 不管是赖清贷 不管是VIP特 或全体 全体成员 就多多就这样子而已 那不是去 敢去一边吗 敢去一股月吗 敢去三股月吗 不是 你可以看过去这12个月 任何一个月 当P2摔这个指标 跌到负50 它在告诉你 卖方衰竭了 那你要做多啊 反正买力耗尽 你要站在空方啊 你需要有一个辅助工具 这个辅助工具 你看得到 你做得到 然后呢 你就有效把它引到爆 怎么引 一根手指头 那是否奇迹标股 就把它点下去 PSR就把它点下去 你自己的手机啦 举例我们看一下 即时报价 加全指数现在1100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再一次 11011 我回声 1109 刚好 关键点 11010 哇 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就一根手指头 就把它切了 放掉 30分呢 记得 30分的波段大 怎么做 好 来 看着我会不要放大 放大便于大家做观察 好不好 放大 好 来 这个这叫正50 这叫零走 这叫负50 PSR本身是以零为中心 正负50来回座波动 当他如果来到正50 怎么办 你要站在空方 然后呢 你说空了 在这里又长 你不用怕 因为他保证会回到这个零 你在这里空 他到这个零 你会赢吗 你赢了几百点 这里做多 你赢了吗 你赢了几百点 一百一百 那也有两百 是没法输 即时看得到 来 你告诉我 你看得到吗 你绝对看得到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也没办法 现在8.7 你叫我怎么办 现在是不是8.28 在这里 那你就只能等 这50半缸 负50做多 哪里是负50 这里 这里在哪里 在这里 这叫10919 你感觉现在是11008 这样怎么办 还是要怎么办 就照着做好不好 第一个 你需要有你自己的辅助工具 这个辅助工具 你要即使看得到了 简易做得到了 我也没有通知你 有 我绝对有通知你 欢迎各位 稍待 也可以欢迎你 跟我们服务员做个联系 节目最后 祝好 所有观众朋友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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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吝点赞 转发 打赏 2 caliber 转发 打赏 冲发 打赏 Face direct 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单 电话拨通财运亨通 请拨022-578-3000 2578-3000 22号那位先生 这位人力资源访谈 你要拜访您 我有时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 先生 政府每月22日那中